当我们今天看到了问题 然后如何去把这些背后是什么产品 什么客户 什么地区 然后有这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企图想办法再去思考可能相对应的解决 那因为我今天有提供一个压缩档案 这个压缩档案现在要请各位一起下载下来解压缩 然后我们从包含我上周做的成品一并提供给各位 那请各位呢现在要跟我同步一起操作 我们先把档案下载下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烦请各位下载 下载好之后呢 应该会看到这个资料在什么地方 第一你就请点选档案总管 也就是这个资料夹 然后第二麻烦点选下载 左上角的快速存取下载 里面应该就有一个叫做20220518 好为了 就是 你们应该是可以直接解压缩 所以麻烦用滑鼠右键 然后点选这个20220518 然后解压缩到这个20220518资料夹 那如果你是用7zip或者是ZIP解压缩的程式 其实这个名称大同小异 反正就是解压缩到一个指定的资料夹 那点选之后呢 你就会产生这个20220518 好我们今天全部都围绕在这里 那我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这里面有什么资料 首先 Power BI产生这些视图视觉化分析的统计结果 它其实是一个叫做PBIX的档案 成品包含超市范例 这一个档案 2017年的资料 未进去 然后让这些视觉化 报表能够重新整理后 自动完成分析计算画图 下载了几个视觉化分析的图 像例如说那个直方图 Histogram 还有像例如说泡泡图 还有文字语言图 还有Box Plot 这个中文叫核须图 好 那我把所有的这里面 总共有四个视觉化工具 加一个上周的成品 再加两个 就是原始来源资料 总共七个档案 解压说之后 我现在要请你们 要开启上一周的成品 档案2022-0511 所以请你快速点两下 这个2022-0511 零售智慧之一 提供给你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 如果 如果我不再做资料清理 那么我根本就不用去管 它的来源资料 可是就是因为 我现在是不是要准备加入 2017年的资料 所以我要去管 它的来源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何做这个资料来源 重新定义这件事 好 首先 这是我们上一周所讲的 好 那请看说明 各位我们的课程叫零售智慧 那零售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的资料 是用零售业的商业资料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换一个名称 叫医学智慧 那简单的说 这个资料一定是跟医院有关系的资料 好 那智慧又是什么意思呢 智慧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了 发现了什么问题 然后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要去找出可能的相关性 找到相关性之后 我们要去怎么样解决问题 这就是智慧 那所以最先第一件事 现象观察 在这个地方分析 我们是不是要去分析什么 所以我们的目标 好 想要分析老板最想知道的是 我们这边能够分析的是什么呢 好 就是 是销售利润率 这个你们可以不用打 但是我只是要去解释 到底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 销售利润率越高越好 好了 那接下来销售利润率越高越好 分析的M 分析的目标 好 就是销售利润率越高越好 那结果 结果我们去看销售利润率 我们看到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到了在2016年销售利润率最低 好 那所以 所以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应该讲说 最后 一年 最后这一年 因为 因为 当然 现在 现在我们讲的是2016 可是 你要知道说 我们这个 仪表版 这个视觉化分析的结果 它会随着时间 一直增加 那这样它会一直增加 所以 所以 现在看到 现在我看到是 最后这一年 因为 你要把问题讲出来 好 那 最后这一年 是 只 2016年 2016年的 销售 利润率 12.5% 最低 低于 历年 平均 销售 利润率 多少 13.4% 尤其 以 第四季 的销售 利润率 多少 11.3% 最低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那 以 11月 好 来看一下 11月 就是 如果说 我以 季来 去看的话 第四季 是最低的 然后再接下来 2016年 这边 点一下 我们就可以 知道说 这个 11月 6.7% 它是最低的 销售 利润率 它是最低的 11月 的 销售 利润 率 6.7% 最低 好 这就是 我们 要先去 看到的 问题 好 所以 我们就作业 是不是各位 可能就会有写说 例如说 在季节 里面分析 我们看到了 这个 第四季 的 平均 第四季的 销售 利润率 是11.3 它在这四季 之中 是最低的 然后 我是不是要 请你们 去想说 可能的 原因 其实 其实 我去查了一下 因为 对于大陆 也不是 那么熟悉 了解 但是 但是 那个 在 就是说 我们的资料 告诉我们说 2月跟11月 这两个月 有下降 的趋势 那 可能 猜测 就是跟 天气 是有关系的 好 我不晓得你 是不是这样写 但是 这个时候 如果说 你要证明这件事情 你就必须 要再去取得 天气的资料 举例来说 你就可以算出 2月 可能在 大陆 的一个 平均温度 是最低的 那11月 可能是 突然变很冷 好 这件事情 就是变到 那个 就是 突发 突然的 没办法 可能 出去 就是一下 掉温度 掉了很多度 好 这种季节转换的过程中 所产生 造成 那个 零售业 的一个 问题 那 接下来 假设我们想到说 这可能是因为 天气的 关系 那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 应该 要换一个 销售的 方式 好 您看一下 在疫情前 几乎大家都 购买 就是各行各业 购买东西的 方式 跟 疫情后 那 我们的一个 在网络上 购买 方式 一定有 很大的 改变 好 那 这些 就是 数字化世界 所带来给我们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应用 如何 修改 原始 来源 资料 一 请点 常用 二 要点下面 这个 查询 转换 资料 转换 资料 下面 这一个 请选 资料 来源 设定 第三个 动作 请点 这一个 第四 请点 变更来源 点了变更来源之后 麻烦 用 浏览 去找到 你 下载 你刚刚不是 解压 说 然后下载 出来的 超市范例 所以 请点 浏览 我的 档案 在 下载 这个地方 超市范例 然后 请点 开启 好 剩下把这些黄色的都点完 然后关闭 然后它会自动的去 套用 刚刚的变更 如果没有 那就麻烦请你手动 手动 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请你用 滑鼠 左键 点一下 套用 变更 2017年结束 之后 我是不是有可能会拿到 2017年的 就是 所有 订单 销售 利润 的资料 这个资料 如何 如何取得进来 如何取得 超市范例 2017年的 新资料 一 常用 二 直接点 这个 以色谣活跃部 然后 刚刚 您曾经 有去过 下载 所以它就 记录了 我现在要取得的 就是这一个资料 超市范例 2017 然后 请点 开启 好 一样 因为是超市范例 所以里面 还是有 三张 工作表 订单 退货 销售人员 第三个动作 请勾选 订单 我 仍然 只要开 订单 然后 这边 这个 看起来 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都没有乱 所以 请点选 载入 好 那 回忆一下 等一下 这边 就会多一个 叫订单 二 出来了 这应该 没有问题 好 请问一下 2013到2016 这是这个订单 这是2017 其实 这两 这两份 资料 它的 关系 它是 上下 的 关系 也就是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资料 内容 这边的 订单 资料 它就是从 2013 2013 开始 到 2016 所以 这边 对不起 我应该给各位看的是 这一个 订单日期 到 12月 30号 那 我们去看 下一张 订单日期 是不是从 2017年的 1月 1号 开始 那 最后一天 是 2017年 12月 31号 所以 按照 时间来去排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 订单2 它是不是 应该排在 订单1的 下面 那 这些统计图表呢 是不是应该 像这边 2016后面就应该放 2017 所以 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 把 新的 就是 订单2的资料 合并进去到 订单 好 这等一下 我觉得 我也会 希望你们来去修改一下 好 也就是说 这个订单是 2013年 开始 然后这个订单是2017年开始 这样我们才有所区分嘛 所以 麻烦 请 先做一件事 把订单 这边我觉得我要把它叫资料表 你们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资料表 这是订单资料表 因为它这边叫资料 所以我当然觉得这个叫资料表的一个名称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蓝 好 然后 接下来 滑鼠右键 请点订单 如何将订单重新命名 好 所以滑鼠右键 1 滑鼠右键点选订单 就会出现快选功能表 2 请点重新命名 麻烦请在后面 能不能输入 date 下底线 请真的不要用减号 用下底线 underline 下底线 然后 2013 好 那通常我会再放一个下底线 就代表它是2013年开始的一张工作表 做完之后 第三个动作就麻烦 输入 然后 接下来 第四个动作就是按enter 完成了 那 请把这张订单 一样 订单 左刮符 二 右刮符 重新改一个名称 重新改一个名称 叫做 订单 代取 2017 所以 第一 滑鼠右键点卷 订单 二 然后 第二个动作 请选 重新命名 然后 接下来 请把这个名称 改 订单 下底线 2017 年 开始 好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我的 2017年的资料 它应该联合进去 因为英文字 它叫 Union 联合 2017年资料 放在 2013到2016年资料的下面 好 这个概念 这个Union概念呢 这个合并资料 要怎么做 一 连选 常用 二 转换 资料 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是 点选 订单 2013 这个查询 好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 请点 常用 合并 第三 请点 附加 查询 附加 查询 接下来 我要 Union 的资料表 查询资料表 是哪一个 请选 这一个 最后一个动作 就算确定 也没有别的动作 可以让你选了 现在我们的 资料 就是订单 2013的资料 因为 已附加查询 所以 这个订单 里面 找得到 找不到 2017的资料 我们来去 查查看 好 请点 这个 这个 往下的 选择 然后 请做 递 减 有没有看到 2017年 12月31号 常用 底下的 关闭并套用 关闭 我这个 Power Query 编辑器 以及 套用给 Power BI 所以停点 上面这个图示 常用 底下的 关闭 并套用 这个 地方 请仔细看 即将变魔术式的 2017 就会 出现在 这边 还在跑 不要急 好了 您看 算不算 算 接下来 就是要去 一样 画很多的图 重点是 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然后去 探讨 可能解决的 问题 以及 解决掉 这件事 那我们至少在这边 至少在这边 为了新资料 进去之后 请注意 我们一定是去看 前面 的 智慧 举例来说 就是 销售利润率 这边 这边 最后 这一年 因为我们通常 做比较的基准 就是我们看 最后这一年 那现在的最后 这一年 是指 2017年 2017年的 销售利润率 有比 前一期 来的 上升 但是 还是 输 平均 这一期 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麻烦请各位 去修改 所以这个时候 它变成什么 2017 你要记住 当你今天 为给它新资料 其实 就是在改 这些数字 而且 如果 数字 差距 变成在统计上面 简定 是有意义的 举例来说 销售利润率 大跌 超过 1% 哇 那真的代表着 意义是很大的 这个时候 你可能 就必须 一定要 就是 去跟老板 讲说 我们现在 公司 遇到的是 什么问题 然后 去 报告 这个问题 这 就是这门课 最重要的 一个重点 好了 请输入 最近一年 当就是指 2017年 销售利润率 变成 13.0 percent 因为 其实我这样 做切换 它都在 重新计算 所以 我先背起来 几个重要数字 所以呢 这个 低于 历年 平均 销售 利润率 好 那我就要去看 这时候 因为是5年的 资料了 平均 的 销售 利润率 是不是还是维持 13.4 好 它现在变成 13.3 为什么 因为第四 第五年 还是稍微 约低一点 好 然后这个值变成 13.0 好 所以下降 变成 0.3 13.3了 然后尤其 我并没有写说 这边 应该要补写一句话 就是那个下降 0.3个百分点 那因为前一年 已经低了 然后 这一年 2017年 又继续低 所以 持续两年 低于 平均 表现 好 我会补这一句话 因为 因为 呃 你 在报告 数字 整理过的 资讯 给主管听 这就是 我们 一定要会做的 这是 目前 机器 没办法做的 好 那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 继续观看一下 就是 比对的结果 我希望 我希望你们 到时候 真的 能够 能够 做到 这样子 然后 报告给你的 主管听 你 不生 你 不一直 生起来 就是做数字化管理 你不一直往上升 那实在是 太对不起 那个 我教你 这些 真的 它可以帮助你 得到 很多 很多 升迁的机会 来 请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 这2017年 2017年 已经不是第四季最低了 而是第三季 还有第三季的几月 7月 好 一个是9.5 一个是4.5 应该还蛮好记得 所以这边 赶快来去改一改 其中 尤其 第三季 的销售利润 9.5 最低 然后 7月 的4.5 最低 所以这时候 这时候 这时候 其实就是 我们 比较来 去想说 你这家公司 2016年 最低的是 第一世纪 那 那个 2017年 最低的是 第三季 孙老师 同学 有一个同学 有提问 你要不要先让他问一下 我 我这句话讲完 好不好 就是 就是 我们要进一步的 来去思考 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的一个变化 变来变去 它不是固定的 这就是 这家公司 现在面临到的是 这一个问题